哈喽,我这里是小马,今天我们要去吃饭了 这是我们64的朋友,苏巴蒂,来记得玩来了 然后呢,他今天生日啊,你们俩那么开心,可以蹭上饭了是吧? 还想蹭上饭,要庆祝过生日,哦,对对对 这话正反说就是不一样啊,还想蹭上饭,要他们吃啥去呢? 他们说重点,吃啥去呢? 吃啥?你想吃啥? 苏巴蒂,你普通话也太顺了啊 火锅嘛,炒菜,火锅嘛,炒菜嘛 哦,这边吃火锅的,吃火锅,吃肉 那咱们自己去找一个 你想啊,你熟悉的很啊,搞接待啊,这呢,都是你 经济实惠,经济实惠,现在,哎,不不不不,青菜咱们经济实惠呢 一个土鸡就200,一个手抓肉160 一个马肉都100多块钱,咱们食用咱们三个大盘多少钱呢?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吧 我们上七八个人,我们有十个人啊,吃了七八百块钱 那今天,今天超过七八百块,你买的 哈哈哈,你自己挖坑,我也没办法 这个终于不会的,咱们去看看吧 有股份的是不是那个地方 有股份的,喂 偷广告了是不是加钱了嘛 好行,走走走,吃饭吃饭,饿了 酒拿哈,酒拿哈 都不喝酒跟整都样的,酒拿哈夹呢 好好好,吃饭啊 地方到了啊,石湘馆 这边是石湖街 那是均坑路,然后去往那个 历琴路中间这个石湖街哦 边上的石湘馆,咱们进去看看怎么样啊 好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下啊,石湘馆 这个小环境还挺不错的啊,看到没有 有山有水的坐着 挺攒劲的啊,我们来得早一点 来得早一点,人多了 挤得很 农郊的开成这样子挺不错的啊,看到没有 环境是真不错啊,前面还可以演绎 哎,这个说说瞧瞧啊,这李哥你看几年没见了 两三年没见了啊,这地方碰到了 就是将近两年没见了 对啊,我们那时候经常一块吃饭,一块玩 这老哥哥,说真心话,教会了很多东西 哎,别那么客气 然后中间也没联系,没联系 色也多嘛,对对对对 吃饭这样把你碰到,等会咱们坐会啊,李哥 可以,可以,可以 我这个地方我是推出来,然后 我把你碰到啊,李哥 就是,就是,缘分,你看又臭到又烤了 就是,就是 等会你到我们包县喝两杯 酒就不喝了,咱们吃点饭行吗 可以吧,好好好行 我反正定点就在这 是吧,你看可以的地方 你任何地方应该挺不错的 等会去尝尝他们的菜怎么样嘛 可以,尝尝 看新品,要新的话就推荐一下 可以,可以,好好好 我们这条点个菜,你推荐一下美女 嗯,这个有 我们可能八个人吧,十个人吧 十个人都养的差不多 你推荐一下啥 现在特色的都是啥东西啊 这个喜欢花牛排有呢 牛排,还有啥 一般几个大菜 十个人都花几个大菜 三个大菜和四个大菜 嗯,三大菜吧 嗯,那这样子走套餐行不行 几百块那样套餐行不行 可以呢,一千都有呢 嗯,有套餐呢是吧 刚刚刚吃了一个 你点菜啊,你干什么地方做哈 等谁呢 又不要你掏钱,你介绍的地方跑来 啥也不干 福渊 刚刚看过了已经 你看人家漂亮的时候看福渊 哈哈,叫福渊 菜上齐了,吃了,哪里啊 菜上齐了,这是啥 椰麻鸡 嗯,嗯 一个二个,冰糖不要钱很下哪 日子苦得很 喝点甜的 喝点甜的是吧 你们都是啥,那个 糖尿病选手都是 哈哈 到时候把一道酥给你备足 同学们,咱们开始吧 好不好 再不要等了是不是 这个酥都等喝了都 由于 今天特殊情况 我们小伙子比较多 所以这个菜压了 最后才干冻筷子 要提前冻筷子就不行 开始吃饭嘛 今天这块菜啊 这是牛排 这是绝麻鸡 这是什么饭 冷水鸡 那一块什么 不知道 山药 山药 然后 这是鸭子 牛大鸡 鸭子 马肉 这是卢花鸡 几个素菜 我最爱的东西是这个 等下看一下 再上齐了吗 好好好 我最爱这个马肚子 放蜡皮 加磨 咱们吃饭 吃饭吃饭 这个请客吃饭有个规矩 一般要是菜不够的话 对不对 给上一个建议宝妈雪碧 这他们已经喝了四五缸 都差不多喝饱了嘛 是吧 该吃吃该喝喝 味道咱们不知道 尝一下这个马肉 我最喜欢的马肉 这是马肚子 那个是马肚子 那个好 那个菜这个肉好 硬菜 那好 都这样不用吃吗 你是整饿了 站起来这个松头 那么多人在做人呢 熊不熊 我给你加一个 给我加一个 别客气 你自己先加吧 这个加的太过瘾了 辣植子 葱段加一个 会吃 你真正是会吃 你吃这比较客气了是 来来来来 我拍你了 你吃块啥 你再比较客气了 真是假客气 你太吃了 妈妈 你吃了 你吃了 这个饱了 下厨给你烤 来来去 嗯 我辣植子炒菜 真好吃 嗯 嗯 哎 群马肉 它就风干了 它就风干了 嗯 也好吃 嘿嘿 好吃 小牛肉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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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啊 你四八天过生日嘛 好好地吃个饭 对不对 吃个饭 生日快乐啊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了 好好好 好 嗯 麻豆沙拉皮子会不会夹了吗 攒劲啊 五花鸡 五花鸡也攒劲吗 好 尝一下 五花鸡 这个凉食 太攒劲了 里面是啥 韭菜辣酱的东西太好吃 特别过瘾 就是嘛 红油有点大 嗯 嗯 你看 你酱 你酱 咱咱咱咱都好吃 咱咱咱咱也好吃 小牛排来一个 完美的一天 嗯 小菜不错啊 很辣菜 好